今天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新闻 我认为这是最 应该这样讲 最内行或是行化的新闻就这个 蓝白河缺正得住的立法院龙头 国民党内开始运作他出马 他出马这个他有谁呢 有人讲傅昆琪 有人讲韩国瑜 可是其实有一个人叫关键 叫做王金平 王金平如果列不分区 他们估最少多一百万票 这是他的估法 韩国瑜 韩国瑜多一百万票 可是如果有王院长列不分区 你的竞选基金马上 那权力支持 多一百万 这老行家在列入不分区的时候 就会开始权力辅选 权力辅选有方方面面的辅选 王院长是懂的 所以你说这件事情对你们来说 其实也在看到底谁是立法 我说真的 其实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关心不分区的立委 因为对我们现在第一个优先议题是 到底我们的总统候选人 这是要怎么配 这个事情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还是说因为你觉得你也不会上 所以不要 因为我们的投票率是攸关到底整合成不成功 现在很多的支持者是觉得不想投票 所以要整合觉得会影才会出来 所以我们第一关心的还是总统 不分区还没有想到 但因为今天媒体已经报道 所以大家开始讨论 那如果问我的话 昨天其实赵超康他有喊出来 他是支持韩国瑜当不分区第一名 然后去做立法院长 那这个议题我个人是支持 我支持 韩家军归队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我觉得韩国瑜现在还是很有能量 但他现在没有事做 就做公益啊 我觉得太可惜了嘛 那如果可以出来 一方面用不分区立委第一名的能量去辅选 在选举的时候 第二个直接如果进入到国会的话 当我们的大哥嘛 他也是做过三届立委啊 所以我觉得会有战力啊 所以我是支持 而且给他一个尊重嘛 其实他这一次 可是如果王院长列的部分就要 他会给你实质的支持 我还是比较支持韩国瑜啦 我还是比较支持 罗志强就会紧张了 阿苗就比较高兴了 等一下你补偿 我还是比较支持韩国瑜 但我跟你讲 很多韩粉是不同意我的意见 因为昨天 昨天那个陈清茂 一个韩粉大将 他在直播嘛 他的题目就是 韩国瑜要列部分区 然后我就看 他跳出来我就去留言 我说我支持 结果他们就把我干爆了 为什么 后来我有跟他对话 他的逻辑是 他认为这样子看不起韩国瑜 韩国瑜应该是要选总统的 他问我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支持韩国瑜 当部分区 我说他很棒啊 他说那他很棒 为什么不让他选总统 我说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嘛 然后他就说 那原汁叫你去选里长你要不要 就是他们的感觉是 如果放话说 叫韩国瑜选部分区低迷 算瞧不起他了 瞧不起韩国瑜 对 韩粉的看法不一样 那其他的话 我今天看到新闻是说 他说党务 有一个极高层在运作 极高层在运作 蓝某极高层哦 对 极高层在运作说当院长 可是后面又带一句话 就是说他的威望 不足以当院长 我就觉得很奇怪 这样就不是讲朱立伦 那极高层还有谁 就不知道是谁就很奇怪 那其他王津平的 我是觉得可能性应该不高啦 因为他已经做很多界了嘛 那现在应该也是要 有一点世代交集 好 王津平现在是你们的副主席嘛 不是不是 也不是 所以那个非常耐人寻位 那个极高层到底是谁 OK 傅昆琦我觉得也是有机会啦 可是傅昆琦 他在这个党内 有一些人比较不喜欢他 但是我觉得他 他在里面做很多界了 而且也算是有领导力啦 这几个都是不错的人选 我瞬恭喜全力支持傅昆琦啊 毕竟吃过他西瓜 吃过他西瓜 诶 赵哥你说 这个其实是很有美感 到底立院龙头是谁 会决定后面很多立委玄战的资源分配 基本上呢 这个东西有一个人 一定心里很不舒服 又在披宫了 你要记得我们在先前的时候 传说过一件事情嘛 是 朱立伦和侯友宜 曾经那时候抢说是幕僚在吵架嘛 对 后来不是幕僚嘛 对不对 是两个人 那就谈到一件事情 不分区要不要谈一谈 是 不分区是谁的责任 主席的职权 谁的权力 主席的权力 你赵超康开始讲话了 然后你那个你完蛋了 等一下给党继处分 韩国瑜 韩国瑜 你怎么处理了 你有问过朱立伦的意见吗 没有 朱立伦最后的权力 他想选总统 他想选总统 已经不行了 现在连这个 所以这个部分 就是开始 很多人又开始在逼宫 或者在急什么 急的就是侯友宜 美国盖片吃了没用嘛 对 所以急了 然后出来的话 这里面就出现了 这里面的话 王金平不太可能了啦 因为上市就已经 他也不分区很久了 然后现在你叫他 重蹈这个江湖 他怎么会愿意呢 然后韩国瑜是吃韩国瑜的豆腐 这也是事实啦 所以算得上去 傅昆琦最有可能的 傅昆琦在能力上 在对于要去处理 各个的美美嘎嘎 他可能是行 对 但是那个形象上 恐怕到时候 也是很麻烦的事情 而且到时候出国会很麻烦 毕竟他过去的案例 那个出国太麻烦 比较麻烦嘛 所以国民党其实现在没人 对 没人之后要去抢部分局 其实很难 那所以他们先前的时候 连郭台铭都被拿出来 当成条件嘛 对不对 那韩国瑜为什么不可能 韩国瑜现在在等 1月13号就好了 是 1月13号之后 党权对不对 对 那韩国瑜适合当党主席嘛 党主席不用打卡嘛 是 当的那个立法院长 还要站在那边拿着意识锤 是 然后下面还要丢鸡蛋丢猪内脏 对 那韩国瑜怎么受得了 是 所以其实现在你会看到 就是国民党的焦虑 对 焦虑到了就是 他们其实很怕什么事 就是他们现在在10月中以前 一定要赶快的 歼灭郭台铭之后 要吞掉柯文哲 是 那要吞掉柯文哲之后 又有一个人长得够大 对 但是这个人吃了美国盖片没有用 然后结果怎么办 柯文哲已经可以不理你 对 那柯文哲就跑出去 那最后怎么办 那如果这个情况之下 立法委员根本不会过半 根本没有机会过半 那没有机会过半 拿一个空的干什么 所以那个东西都是假的 而且最重要的问题是 现在讲这些话 都有一个人被排除 那叫党权之争 朱立伦怎么没被排除了 朱立伦的权利 朱立伦要把他拿出来 在11月20号之前 李正浩归队把同搜计划 对不对 这个是朱立伦最后的权利 那现在他们在开始吵 就开始代表的是 对于朱立伦的挑战 所以这些人在这个情况之下 最后通通不会有 米国盖哥结束 我快速的说明一下 目前国内的三党 其实各家的一个朋友 说法都是一样的 目前的所有的总统候选人 躺着选 但私底下暗潮汹涌 为什么呢 不分区实在是太重要了 即使是民进党 现在都在说 好社会主你排前面 那各个派系要怎么排 民进党还算比较有 整个组织的 现在国民党呢 为了整个不分区 已经大打出手了 为什么呢 安全名单只有十几位 但据传党主席 口头答应人家的 超过60个 这个要怎么办 好这是第一个 好我们先把国民党问题 再放一边 民众党现在更烦 民众党现在是 要找社会选择 社会选择看到整个民众党来 拔腿快跑哦 要找你家里面的小朋友 又怕整个公信力会不太够 所以呢 每次民单列出来又失掉 列出来又失掉 听说昨天单单 为了这件事 大家又吵翻天 哎呦 民众党今天猛料连连